大家好, 今天的材料是有鸡胸肉或鸡腿肉 大家喜欢也可以连皮一起 大概鸡腿肉一只或者两只 鸡胸肉的大家可以量大约150克 鸡胸肉一片 选肥的鸡胸肉 蘑菇两只 生菜半碗 椰菜花156克 一片牛油 牛油大概是这么厚度 一片洋葱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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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太阳晒的 番茄 叫做Sun Dry Tomato 这个Sun Dry Tomato 很好吃 味道很浓郁 我将鸡胸肉切碎 在煮完之后 我会灑在上面 我们有一个汁 就是淋在鸡上面 就是这个Cream Cheese 和鲜忌廉 首先将一条长的烟肉 切开一半 鸡肉切碎 鸡肉切碎 切碎 鸡肉切碎 然后将鸡肉切碎 放在煙肉上面 之后 放些薄一点的生菜 在中间 然后卷起 捲好后就用牙签刮住 捲住它 捲住它 捲完一个捲另一个 一样这样做 先煮好滚水 用来绿椰菜花 放在锅上 然后盖一下盖 煮到熟了 我们就把它盖起 放在山菜上 放洋葱 炒香 放鸡卷 盖上盖 盖上盖 因为鸡是比较厚 所以要烤一烤 一路看着它 会不会没有油 有油我们都可以 不用加水 如果没有油 我们就要加少许水 可以拿起它 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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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盖子烤一烤 翻一下 翻一下 它很香 然后将鸡饼 放在这里 做完烟肉 放蘑菇去爆香 加入少許鹽調味 把蘑菇倒入碟上 開始煮醬汁 先加少許水 抹2匙的鮮忌廉 把蘑菇倒入碟上 再放蘑菇 大約1大湯匙 加少許鹽調味 很濃郁的芝士香味 可以了 淋上雞面 灑上雞面 讓顏色更漂亮 也好吃很多 煙肉雞卷完成 煙肉雞卷完成了 做完美麗的餐後 跟大家介紹這杯 牛油果椰漿杏仁奶式 材料有牛油果、杏仁奶、鲜忌廉和椰浆 腰果和玫瑰花瓣用来装饰 首先把牛油果放入搅拌机杯 然后搅拌1大汤匙椰浆和2汤匙鲜忌廉 然后放杏仁奶 杏仁奶大概是200-250ml 大家也可以将牛油果放几粒 增加它的香味 然后放在机器上搅拌 一路搅拌可以搅拌均匀 我通常都会搅拌15秒停一停 再按键 连续3次 如果稠的也可以搅拌一下 搅拌好后倒入杯中 然后放叶做装饰 再放上腰果 然后搅拌一些玫瑰花瓣 在上面 这杯牛油果椰浆是人奶色就完成了 今天的烟肉鸡卷 配上蘑菇椰菜花生菜 然后再加一杯 牛油果椰浆是人奶色 嗯 色香味俱全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 麻烦大家按一下subscribe 订阅 按下个铃铛 给个like我 然后留言 帮我分享出去给你们的朋友 今天很多谢大家收看 好了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